我沒有後悔過 我從來都不覺得說補誰是誰 又或者你保險一點 就這樣讀了就算了 因為這個政府是沒有標準可言的 它想剷除你的時候 你就算正經讀它 它都可以說 你這個字讀錯音 我要DQ你這樣 所以既然沒有標準可言的時候 我不如選擇忠於自己的想法 選擇去說一個 真是向香港人許下的樂言 那天All Taking的那個時間 其實我很認真 我和兩眾人都很認真 我從來都不覺得 這些是什麼幼稚的行為 因為如果有留意 整個我們宣誓的過程 我們第一時間宣誓的 是向香港人宣誓的 我不認為這樣叫做幼稚的 其實